跟着特教老师来到宇童家里 居服员李阿姨刚帮她洗完澡 有没有洗完好舒服 很舒服对不对 今年要码20岁的宇童 5岁被诊断出 罹患球星式肌肉失氧症 肌肉慢慢萎缩 智力发展也停留在当年 手脚是整个弯曲 没有办法伸张的 那整个胸腔都已经移位 所以她是就变成是只能全摊 十多年来都是爸爸在照顾她 小舌头啊 你也是在那边的 就是不像这样 不像这样啊 还是自己肯 自己肯的那种 更疼是什么 疼不疼就是我们辛苦的事 几乎大概两个钟头 一定要帮她换知识 所以这个照顾的过程非常辛苦 曾经把宇童送到安养院 但爸爸舍不得 一个月后就把儿子接回家 这几年宇童肌肉微缩得非常厉害 爸爸其实也有心理准备 所以更珍惜陪儿子的时间 我生活会想要一些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拿碗 爸爸因为他没有手掌 他就碗放在这里 然后这样子喂 我看他喂第一口 没办法 这是很漫长的时间 是十几年都是他自己这样 一个默默的承担下来 有苦都往心里 他也很少抱怨 为了照顾儿子 爸爸没办法工作 目前家里经济靠政府补助 生活很克难 陈爸爸说 他只想每天尽心尽力照顾儿子 让他开心的过每一天 这是爸爸的责任 爸爸的 很好 感动嘛 感动嘛 好